新聞介紹來看是嘉義官藝文界開村藝術形象 軟劇團和嘉民龍、科學團 立宋文建輝育成籍的團隊 還放在100萬的補助 關於中國關上的班長 高零兩支在地藝文團隊 竟然展現軟實力和巧實力 嘉義官才能在主管沒有這個困境當中 驚出向嘉義人自己的文化和藝術突出 請教官學校長在在舞台上演出的是 民鄉在地的嘉民龍、科學團 應用比賽方式對嘉義官的第一名 一路過關占頌配到全國第一 所以學生為今年文建輝付這個團隊 嘉民龍、科學團表示 會利用包裝的100萬 並結合在地特色 來推出年度大戲、青天會國務 那就是禮貓換太子 比如說我們會講一些 像是我們配合了縣市的農特產品的行演 讓我們特別把農特產品編成歌曲 然後用戈萊西傳唱的方式 讓大家更知道我們嘉義縣的 農特產品的特色 然後還有縣長的田園城市的概念 我們把它編成戈萊西的片段 20分鐘我們是拿出來演出 另外生理這五年的軟劇團 今天是在地藝精算方式 第二次學生為文建輝付一團隊 是也因為我們去年入圍福祉團隊 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在嘉義市做 在嘉義的地區做一些推廣 跟培訓的課程也好 或是到一些鄉下的地方去演戲給小朋友看 那去年我們的推廣活動也是大概26、27場 也是直接超過我們過去三年的總和 那我想過去的這一年 我們是非常努力在職跟量上面 在做了非常大的提升 所以我想今年非常幸運的 我們又再次入圍到了我們國家的福祉團隊 那今年我想我們的目標會是 去年開發了很多新的 創作的也好 紮根的也好 推廣的活動也好 我們會繼續的做這些事情 管理另外的官標是 文建輝100公元年度 分析將做價位 總共來自全國169個團隊參加競賽 最後100個團隊就算 在台北市、新北市、地獎、73個團隊 嘉義關在27個名牌當中 就算2個藝人團隊 分析現代球團和傳統國家 是非常不簡單 能夠把嘉義有特色的表演、戲劇表演 能夠表演出來 發展出我們嘉義有特色的表演 結合我們的物產 我相信對嘉義的觀光會很有幫助 嘉義我們沒有很多的硬體資源 那我們希望能發展我們的 軟實力跟巧實力 軟劇團是一個由七年級生 造成的現代球團 2000共六年生立 每年春天固定出草草戲劇節 並結合嘉義館七個中 代傳戲劇社團合身 進行背後 百年和收票演出 這名牌歌曲團是民間在地的歌戲團 以公布歌戲起雞 不然以第二代接手經營 並專程發展創新歌戲 展京製造立端歌戲 二十四校、海校、海校 以及結合現代戲劇的阿公的威 這聲明等開發口咬紅 並用聽蔡鳳報道